尖叫声响起 旋即戛然而止 短暂的停滞之后 再度迸发 撕裂诅咒 打破黑暗 击碎怨毒 光明正大的向前 斩灭邪恶 瞬息间 怀尸手中的残缺之剑已然灌入了他的腹中 宛如天生的克星 只是刺破肉体 就给化蛇的圣痕带来了惨烈的重创 令鱼发出崩溃的嘶吼 身怀美德的感觉如何 怀尸端详着那一张扭曲的面孔 微笑着发问 他的手指缓缓地扭转剑柄 搅动伤口 令惨叫和怒骂的声音越发地尖锐 随着他抬起右手 将祭祀刀架在了鱼鱼的脖子上 脑后的风声戛然而止 依旧燃烧着的铁插距离他的后脑只差一寸 可这一寸的距离 就遥远的仿佛天渊那样 请给我们一点私人空间 谢谢 怀尸缓缓回头 看到锅弩铁青的表情 手指微微一抖 割破了鱼鱼的脖子 锅弩骤然色变 在怀尸帝威逼之下 不情不愿帝后退了几步 挥手 示意其他的队员不准上前 鱼鱼的表情扭曲起来 锅弩你这个废物 上啊 杀了 啊啊啊啊 啊 虚 怀尸微微扭动剑柄 打断了他的怒斥和咒骂 端详着那一张扭曲的面孔 第一次这么认真 直到现在 他才发现 哪怕愤怒和猙獰到如此的境地 可那一张脸也依旧称得上量力 韦时是不可多得的美人 又见面了 阿姨 你真的有做护肤吗 他轻声感慨 你脸上的伤口怎么不护理一下啊 来 我帮你 随手 糊了一把银血药剂上去 顺带用迅速硬化成金属的药剂封住了他的嘴 最后 卡的一声 一个铁圈挂在了他的脖子上 连接着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炼金炸弹 退后 怀施再次向身旁的空气重申 退得远一些 郭奴的脸色变化 咬牙 挥手 周围的空气中掀起了微弱的风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远去 我说了 退后 怀施猛然扭动剑柄 令嘴被封住的鲫鱼发出了模糊的尖叫 剧烈的抽搐起来 抱歉 我可看不到隐身的人藏在哪里 麻烦你们把那一件装备关掉 好吗 就好像准备睡觉让人帮忙关一下灯一样 礼貌又温柔 却令郭奴的表情抽搐起来 许久 郭奴再次挥手 在他身后 一个背着无线电背包那样的人影浮现 紧接着 三三两两包围在周围的升华者们浮现 一共九个 怀施挥手 一道带着黑烟和火花的戏长锁链猛然飞出 在周围毫无规律地迅速扫动了两圈之后 骤然束缚住了什么东西 收紧 拉扯着 带到了怀施的面前 怀施抬起手 俯润斩落 一枚金小盼落地 他神清气爽地出了一口气 将悲伤之所束缚在了鲫鱼的身上 好像拴着什么猛兽 牵着锁链 找了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 抬头端详起面前面色难看的敌人们来 直到现在 才看看过去半分多钟 临终主持着搜索的西江带着人冲了回来 看到面前的景象 不用多说 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一个个的神情变得凶狠起来 现在人都到齐了 怀施微笑着说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没什么好谈的 郭奴面无表情地说 你放了他 我们放了你 你在做梦吗 怀施被逗笑了 指了指他脚下的地方 如果有人敢从你现在的位置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杀了他 立刻 哪怕对他造不成任何损伤 也可以让他退赛 你也说了 你只能让他退赛而已 郭奴冷声说 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怀施 你手里没有更多的筹码 只有接受我的条件 你放了他 我可以放你走 那么就破罐子破摔落 怀施耸肩 我倒是无所谓 反正大不了拍拍屁股回天文会 天文会你们知道吧 我可是潜力甘元来着 就算比赛输了 拿不到名次 可前面的表现在那里 难道谁能够否认我的实力吗 不过 到时候有麻烦的就是你了吧 他端详着郭奴地面孔 微笑 林家好像很有势力的样子 诶 他们雇你来当牛做马 就是为了让他退赛的吗 郭奴的神情一致 在少年嘲弄的微笑之下竟然感觉到一阵无力 像是他们这种做惯了赃活儿的边境雇佣兵 哪怕看上去自由自在 可何尝又不是被人当作赵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猎狗呢 前进和后退不由自主 他沉默了许久 开口问 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暂时还没想好来着 怀施挠了挠头 耸肩 看你们的诚意落 杀了他 淋于愤怒地挣扎 不顾脸上的伤口 强行撕裂了嘴角的伤痕 尖锐地嘶吼 别管我 我要让他死 啪 怀施打了个响指 声音戛然而止 悲伤之所以已经塞进了他的嘴里 可郭奴却立刻听到西江上前的脚步声 破碎的牙字面具上满是争鸣 他回头怒视 你干什么 没听见雇主说的话了吗 西江的神情阴狠 我他妈的受够了 你知道吗 就他妈不应该相信你这个王八蛋 还谈判 谈个屁 老子什么时候和挟持人质的家伙谈过判 怀施表情不变 只是微微扭动了剑柄 瞬息间淋于剧烈地竞软起来 痛苦抽搐 在他脖子上的祭祀刀微微地向下压了一分 刀刃贪婪地汲取着血气 令淋于的脸色越发苍白 郭奴伸手 拦在了西江前面 老西 别往前了 那你答应我的东西呢 西江反问 老子兄弟死了那么多人 答应老子的东西呢 你不给 老子亲自去拿 他一把推开了郭奴 拔刀 走向怀尸 郭奴回头 看到怀尸嘴角的微笑 笑容平静又冷漠 就好像看着什么是不关己的笑话那样 他叹息了一声 向身后的下属使了一个眼色 紧接着 拔出铁叉 猛然刺出 西江的脚步一致 错愕地回头 呕出了血 你又 抱歉了 老西 郭奴看着他的眼睛 我没有选择 就好像当年被刺他的时候一样 西江骂了一句脏话 吐出了一口血 仰天倒下 随着他的倒地 誓言的反噬随之而来 虚空中 一道卸置的虚影浮现 骤然张口 吸走了郭奴三分之一的生命和三分之一的原质总量 铲除了三分之一的圣痕 永久性的 哪怕他离开这一场游戏之后 依旧不能愈合 可弥留之际 西江却不愿意放过这个再次背叛自己的二五载 用尽所有的力量 捧起军刀 将所有的血气都送入其中 牙字之怒的光芒和军刀一同腾空而起 展向了郭奴 与此同时 早就得到了郭奴授意的下属们 悍然向着西江的手下发起了袭击 双方在瞬间乱战成了一团 不断的有金小盼落地 好一场大戏 在乱战之中 就连那一件隐身的暗金装备都被追踪而来的军刀斩成了碎片 可郭奴的反击中 那一柄军刀最终也化作了碎片 他以铁叉撑着身子 竭力地喘息着 到最后 只剩下三个人还能站着 郭奴使了一个颜色 名叫穆恩的男人就走上去 一刀一个 将剩下还能喘气的对手全部补了个干净 满地狼藉 只有十四枚金小盼丢了过来 你要的诚意 郭奴死死地盯着怀尸的眼睛 现在 放了他 怀尸笑了起来 反问 你就剩下三个人了 拿什么跟我谈 不如这样 你杀了另外两个 再自杀 我就放他走 一诺千斤 怎么样 然后再追上去把他杀掉吗 别给我玩这一套 郭奴吃笑 我拿这个和你谈 怎么样 他弯下腰 从西江掉落的边境遗物里捡起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 上面镶嵌着一个到计时的苗表 带着观众们喜闻乐见的红线和蓝线 分明是一包炼金炸药 西江那个家伙准备的东西 一包 足够将这里半个公园送到天上去 郭奴说 放了他 让他走 否则大家一起死 那我怎么相信你呢 怀尸默然地反问 穆恩 穆恩 死哪儿去了 郭奴大吼 将勾楼苍老的中年人叫过来 中年人展开手掌 掌心的最后一道刺青消散 谢智的虚影再度浮现 你放他自由 我就把炸弹丢了 郭奴喘息着 死死地盯着怀尸的眼睛 到时候大家再分个胜负和生死 否则 现在就同归于尽 好 怀尸点头 谢智的虚影环顾一周 转身消散 契约成立了 于是 怀尸打了个响指 瞬息间 悲伤之所瞬间松开 可不等鲫鱼有所动作 他的手掌猛然扯在剑柄之上 扯出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在突如其来的惨叫中 祭祀刀子鲫鱼的手腕上滑过 灵活地挑出了两根微不足道的筋膜 切断 最后 灌入了他的大腿 跑吧 姑娘 怀尸松手 凝视着那一张怨毒的面孔 缓缓后退了一步 微笑着说 跑吧 在我去找你之前 跑得越远越好 总有一天 怀尸 总有一天 鲫鱼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苍白的脸上浮现病态的争鸣 我会让你后悔今天所做的一切 是吗 那太遗憾了 怀尸无奈地耸了耸肩 我已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过了 就在不久之前 而可惜的是 让我后悔的人却并不是你 鲫鱼不再说话 咬着牙 忍住剧痛 画蛇圣痕草草地冻结了伤口 转身离去 速度要再快一点呀 怀尸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 高声地提醒 我很快就来找你了 记得要藏得隐秘一些啊 鲫鱼速度更快了 亮呛地奔跑 很快 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 死寂之中 怀尸从他的身上收回了视线 回头 看向锅奴 现在 到你们了 刀斧自他的手中垂落 碰撞 迸发火花 照亮了鬼火生腾的眼瞳 快一些 先生们 他说 我赶时间 两根完毕 有月票MWALL 我赶快一点都没有答案 我们能够吗 也不过 感谢观看